- 非常开心的邀请到王室溢厨低温烹调专门店王洪如来到门路专访 - 你好 - 你好 - 你好 - 想要请洪如跟我们分享一下 - 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成立了这个王室溢厨的这个品牌呢 - 其实就是说我们就是 - 是因为过去也是相关的餐饮科系吗 -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相关的餐饮科系 - 才想说把自己以前所学的东西融入到我们自己未来想发展的事业上 - 而且我相信成立自己的品牌一路上都非常不容易 - 会没有遇到一些挫折或是困难的地方呢 - 其实我觉得就是 - 挫折的部分其实就是耳光 - 你到新的店面位置有关邻居的部分 - 毕竟你是产业,所以其实邻居没有到很喜欢 - 那我觉得这部分就是看你自己要怎么去应对这些东西 - 是 - 对,那相对就是我们希望说我们自己要开店 - 就是把所有东西做到合法化 - 那毕竟合法化之后 - 你再去敦青木林也比较好去 - 也比较好去长久的未来发展 - 就是稳定发展这样 - 所以其实地理位置到我们周围的一个邻居的关系 - 其实都是要去好好做经营的 - 那其实蛮好奇的 - 刚开始我们在成立这个品牌 - 其实最重要还是要去做行销也好 - 或是曝光的部分 - 那那个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瓶颈的地方呢 - 其实我们的店现在是在一个蛮小的巷子 - 虽然外面出去是大马路上 - 但是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巷子 - 那你的当地人都会说 - 你怎么会开在这里 - 就完全是一个不会有人想进来的巷子里面 - 对 - 所以我们变成说 - 我们还是以云端的行销为主啦 - 就是在FuPay那个Uber上面 - 那慢慢的我们就是在上面比较有起色之后 - 我们当然会把顾客慢慢的导入到我们店里来 - 那我们店里会给另外额外的优惠 - 对 就是慢慢的这样经营起来 - 是 - 那我们这个王室衣橱有什么样的核心理念呢 -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- 我们想要把所谓的健康餐 - 然后跟我们我自己所学的西式料理融合在一起 -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学西式 - 所以我想把意大利面跟炖饭 - 那结合上 - 因为我们的肉品都是低温烹调 - 那也是属于就是不算榨类的东西 - 那它也是比较属于健康的烹调类型 - 然后跟意大利面结合 - 那去让所谓的健康饮食多一个选择 - 而不是只有单纯的便当 - 是 等于说透过新创的一个研发技巧 - 可以让我们健康餐的一个选择 - 可以多元化的一家的部分 - 那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成就来源 - 还是支持我们红楼想要走下去的动力呢? -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程度来源就是顾客的回馈 - 因为毕竟我们当然是很坚持我们自己的品质 - 但是万中一定会有一点小酥肉 - 那如果说客人发现说 - 可能有一些他们觉得说 - 今天有一些味道不太一样 - 他们会直接打电话来跟我们说 - 你们今天好像也哪有个问题 - 那我觉得这问题 - 他们也不会直接去留一颗心评论 - 他们会先跟我们讲 - 那我觉得我遇到一个问题 - 如果这真的是我们的疏失 - 那我会希望说 - 我会直接把钱全部退给客人 - 因为我觉得他们愿意跟我们讲就是好事 - 他们希望我们成长 - 而不是直接一颗心 - 让我们没办法再起来 - 直接否定你们这样 - 对对对对 -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- 因为客人的肯定 - 是 - 对对对对 - 其实我相信做餐饮业的 - 其实基本上最大的回馈就是来自于客人的一个表情 - 或是吃完的感受 - 那针对我们的就是自己的团队伙伴 - 人才的这个部分 - 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成就的一个地方呢? -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刚开始就是 - 都只有请PT - 那PT的部分的话就是最后 - 我们看有没有PT希望能够转正值 - 那像现在我们店长就是 - 我们之前PT转过来了 - 对啊 - 因为我觉得 - 虽然他一开始我觉得 - 人都需要学习 - 就是能力可能没有到那里 - 但是我觉得就是 - 我们愿意教他愿意学 - 那他愿意跟着我们店一起成长 - 那我觉得我们该给的还是得给 - 就是我们店成长越来越茁壮 - 那他的相对他的福利也会越来茁壮 - 是 - 因为我们没办法像连锁集团给到那么 - 一开始就给那么多 - 但我希望说 - 就是我们愿意培养人 - 那我们该给也不会少给 - 是 - 我相信其实在经营界的品牌呢 - 当然我们创办人的心思跟决策都非常重要 - 但是更重要的是 - 如果我们团队伙伴是有向心其力的话 - 那个发展的一个营运模式会越来越好的 - 那我们真正未来的品牌计划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规划呢? - 其实像我们品牌 - 我之前是有在做所谓的技术转移 - 因为我就是希望说 - 我自己的创业路程已经满跌跌壮壮了 - 我希望说 - 真的有心想创业的人 - 想要了解怎么创业 - 那创业流程是怎么样 - 我希望他们能够扫走弯路 - 那再来说 - 除了这一块以外 - 我们还会教导我们 - 像我们店内所有的烹调方式 - 烹调原理 - 还有烹调温度 - 然后还有所有的 - 像我们的意大意面的什么组法 - 那些 - 我们全都会教 - 教所有的技术给你 - 那你想要创立什么品牌 - 想要卖什么东西 - 那就是由你自己去决定 - 那未来说 - 假设你在开店的路上 - 有遇到什么问题 - 那如果说是我能够协助的 - 那我也欢迎你来问 - 对 - 因为我希望说 - 这东西是相辅相成的 - 因为我的能力一定不可能 - 完全都比你好 - 但是你一定有我可以学习的地方 - 是 - 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 - 是 - 对啊 - 等于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- 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 - 互助互利的平台 - 透过一个团队合作的方式 - 把这样技术发扬光大 - 是 - 那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创业者 - 跟鸿儒一样 - 想要投身在这个市场里面 - 那鸿儒的话 - 会有什么建议想给他呢 - 嗯 - 一定要把自己的品质做到最稳定 - 而不是说就是今天 - 口味你今天想调这样 - 明天就变不一样 - 因为客人其实 - 他会喜欢你的店 - 就是因为你的味道 - 是符合他的口感 - 对对对 - 所以不是说每天去变化你的味道 - 而是你要做的稳定 - 品质要稳定的供应 - 是 - 其实呢 - 我们每天呢 - 就是一定得要吃东西 - 一定要进食 - 但餐业这部分的话 - 但相对性 - 虽然说入门很简单 - 但是要维持我们的品质的话 - 是相对性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 - 所以如果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一个品质 - 那遇到问题呢 - 可以去随时累积自己的经验 - 累积自己的能力 - 其实品牌都会逐渐的成长茁壮的 - 好的 - 那我就非常感谢我们的 - 王氏衣橱迪温蓬挑战门店 - 王鸿鲁来到我们人物转访 - 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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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